在中國人均壽命65歲的年代裡 毛澤東活了83歲 周恩來78歲 朱德90歲 此後的中共高層 更是百歲左右的老人頻出 比如 鄧小平93歲 萬里99歲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100歲 9月15號 大陸微信上熱傳一則 北京中共解放軍總地院 981首長健康工程的廣告中透露了玄機 據自由亞洲電臺取得的片段 廣告中介紹 中共自建政後 歷經60年的探索和實踐 對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已經形成了 即預防、醫療、保健、康復、療養為一體 以防癌、防心腦血管疾病、抗衰老、慢病管理 器官功能再生和健康生活方式為重點 中國養生精華同西方先進醫療技術 深度結合的獨特體系 中共解放軍總醫院 又稱301醫院 1953年創立以來 一直是負責中共高層的醫療和保健的重要基地 醫院廣告結尾還顯示 981首長健康工程設有三大工程 其中包括150歲長壽工程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 這條廣告有深厚的官方背景 也有相當的實力為基礎 但這是一則不正常的廣告 因為任何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 以目前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醫療手段 要想把一個人群的平均壽命一下子延長到150歲 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誰能做到這一點 他早就獲得洛貝爾獎了 早就成為人類的偶像和救星了 雲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這條廣告看起來在炫耀醫療技術和成就 但細想一下 讓人毛骨悚然 這條廣告引發網絡輿論炸鍋 有網友說 原來都是他們在給獨裁者續命 當平民要吸霧霾 實地勾油 而且還要先付錢後治療 中共高官享有專門為他們而設的醫療服務 務求活得比西方領導人久 此外 廣告中提到器官功能再生 尤其戳中敏感內容 有網友說 器官功能再生 不就是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換器官嗎 也有網友說 領導人哪個器官衰竭了 就可以失蹤點良心犯、法輪功、大學生 換上新器官 領導人滿血復活 中國的低人權優勢促成了長壽吸血鬼 有網友怒道 使用別人的器官延長自己的生命 使用別人的血液延長自己的生命 都等於是在殺人 這條廣告在第二天就被刪除 微信稱它涉及不當使用國家機關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名義或形象的表述內容 除了這則廣告外 與981首長健康工程相關的內容 在大陸網站百度百科和互動百科等平臺 也都被刪除乾淨 分架 歐洲 人品質 歐洲